我們今天所試駕的車款是全新的i300h F-Sport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全新的i300h F-Sport 車款 它在外觀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變 我們從車頭來看 它導入了仿錘型家族的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是F-Sport車款 所以在它的水箱護照以及前保桿的造型 它的線條非常的銳利 會比一般的iS感覺會更加的Sport感覺 它的大燈的造型走了一個不規則的設計 然後它的線條是非常的銳利 以及它與下面的一個LED的日間行車燈兩者做一個搭配 所以其實在全新的iS車系 車頭看起來是非常的跑格化 F-Sport車型在鋁圈配置 它搭載了一個18吋霧黑色的鋁圈尺寸 然後全新的iS在車側的線條 不管是肩線還是腰線它走的非常的明顯 然後尤其是它的車側的腰線 是跟車尾的尾燈相連結 所以它的車尾的造型上面 是與車側有一個融會貫通的感覺 所以全新的iS在外觀上面 徹底的加入了Lenzus該有的家族特色 以及它該有的跑格的味道 iS300H F-Sport它搭載了一顆直列四缸的汽油引擎 以及一顆電動馬達 縱效馬力高達223匹馬力 最大扭力有22.5公斤米 而且我們看到引擎的配置 其實它這樣的設計 引擎的位置已經幾乎在前懸吊的中間 所以你這樣看來其他引擎的重心 其實配置的前後的搭配是非常的不錯 因為一般引擎來看的話 大部分的引擎都是會設計在前懸吊 就是前避震器塔的前方 而iS300H它設計的剛好是在前避震塔的中間 所以這樣的好處呢 就是它的重心的配置會稍稍的往後移 讓車輛整體的重心搭配會非常的協調 至於在變速箱上面 它搭載了一顆CVT的無段變速箱 可以模擬六速的手動換檔模式 全新的iS我個人覺得它有一個非常酷炫的地方 就是它的儀錶板的設計 它的儀錶板完全仿造了它們當家的跑車 LFA的造型設計 它中間是一個非常大的非常明顯的轉速表 然後中間有一個數位式的速度表 左右兩邊分別有一個水溫以及油量的一個表 然後你可以切換它由方向盤上面的右邊的一個操控鍵來切完 你可以按一下一個切換鍵 它這顆轉速表會往右移 然後左邊就會出現了一個非常多的一個選項 可能可以看瞬間油耗五指三 可能一個導航的一個訊息 或者是車輛訊息音響訊息 都可以從左邊切換出來的左邊這個螢幕上來讀去 然後如果你想要認真的開車再按下一個按鈕 轉速表又會置中 所以這時候就是非常熱心 你只要注意轉速表 可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它是搭配了一個無段變速 所以它搭載了一個轉速表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你在無段變速裡面 它的轉速就像摩托一樣 就是不需要刻意去注意它的轉速 就是你怎樣吹它的轉速大概就是在5000 可能4-5000轉就頂住 速度就一直上來 所以個人覺得在無段變速箱上面 搭載轉速表至中的設定 是蠻奇怪的搭配 蠻獨特的搭配 那如果當你切下ECO或者是Normal模式的話 它的中間會從轉速表切換為 車輛訊息的一個儀表 可能像是它可以告訴你現在是在充電 還是在節能的狀態下 或者是引擎動力、馬達動力全力輸出的狀態下 然後在中控台 在這個儀表板 儀表板影響面板 它也是配置一個Lenxus獨特的 一個類似滑鼠的操控介面 就是完全靠著中間這個大螢幕 全彩大螢幕 可以來讀取一些車內的訊息 調整音響、調整冷氣 觀看車輛的一個目前的狀態 另外非常酷炫的地方 就是它冷氣的操控 冷氣的溫度的控制 它有一個金屬的設計 所以你只要摸在這金屬上面 上下滑動 就可以去調整冷氣的溫度 這也是一個非常 在全新愛子上面非常酷的地方 另外 我個人蠻喜歡它的中控 就是它的這個 我們俗稱叫中傳的一個 排檔桿這個位置 它並不是使用鋼琴 亮面的鋼琴烤 其實它是用一個 霧銀色的一個飾板 像這種飾板唯一的好處就是 不會留下指紋 而且你也不怕刮傷 像一般的鋼琴烤 你可能用手指搓搓搓搓 你注意去看 它就會有一個 感覺是小刮傷的感覺 可是這種霧銀的設計 你怎樣摸 其實它就 不會那麼容易的刮傷 或者是留下任何的指紋 今天我們一整天跟Auston試駕 這台全新的i300H F-Sport 其實對於它的各個方面 都有很高的評價 不管是它的外觀的設計 或者是內裝的一些橙色 然後在它的豪華度 以及它的舒適度 都非常符合Lenzus的 這個品牌的一些要求 以及它的標準 那我們今天對於 Lenzus這台車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它 乘坐上太舒適 在不適合跑山路 可能乘客上面 會有點暈眩 或者不舒適 那我們就來問問看 這是坐在我旁邊 這位Auston的感受 對於這台全新i300H-S 乘坐上的感受 我覺得就是這台車子 在它的整體的內裝的設計上面 非常有 蠻運動化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座椅的顏色呢 是比較走紅色的設計 然後加上車室空間 也是比較以跑格化的設計 椅子的話 我覺得它坐起來 就是包覆性非常的夠 然後像阿德在旁邊 機械操架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還是可以 非常舒適的坐在這 這張跑車座椅裡面 我覺得它在車室的設計上面 它沒有忘記到後座 那它在後座乘坐的空間 雖然說它是 基本上你就是只能坐下兩個人 可是呢 它有在那個 中央扶手的後面 有冷氣出風口 所以在太熱的天氣裡面 如果是坐在後座的話 也不會太 就是也不會 不會不舒適這樣 然後在這個乘坐的感覺上面 因為它的懸吊設定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次的懸吊 比較跑格化了 所以你在這個操控啊 在機械操控上面 你至少不會感覺到說 有暈眩的感覺 OK阿德 剛剛是在講我自己 乘坐的感受 那輪到你了 你今天一整天開下來 你覺得這台車子 有帶給你什麼樣的樂趣嗎 其實Lanzer這個品牌 對於可能大部分的消費者 會覺得它的懸吊會過於 過於舒適 然後不太適合就是三道的機架 可是這台全新的IS車系 它在懸吊的部分 它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調整 以及設定 然後導入了非常多的電子的配備 它的程度 雖然不能跟雙B BMW來比它的操駕樂趣 可是其實在跟前一代的IS來相比的話 它真的進步了不少 尤其是它在Sport模式下 它的方向盤會變得稍稍的重手 以及它的油門反應會非常的靈敏 側傾的抑制其實非常的好 可是不能說它不會有側傾 因為如果我這樣講的沒力會不相信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稍稍帶了一點側傾 可是在電子設備的協助下面 很多的過彎 很多那種急速的過彎 或者是低速的雕磚的小彎 IS的表現有大幅度的提升進步 對於全新的IS 帶給我一個非常酷炫的聽覺 以及視覺上面的一個饗宴 怎麼說呢 聽覺就是它的車內一個Sport模式下 會有一個V8的模擬引擎聲浪 至於視覺呢 可能就是儀表版一個 類似LFA的一個 置中轉速表的設計 以及它可以左右移動來 讀取任何的一個車內的資訊 這台車子基本上 它已經是F Sport的定義了 所以它外型上面呢 就是比 對 非常的酷炫 而且非常的動感 那在內裝 橙色沒話說 就是紅色的這個 這一個氛圍 光這個氛圍就已經提升了 非常多的跑格化的氣息了 雖然說它沒有辦法像 其他的這種車 這種真正跑車化設定的車 來這麼有抄駕的感受 可是呢 以這個同級的車型來講的話 Lexus在IS這一代上面 它導入這Hybrid系統 它算是目前我們台灣 買得到的唯一一個車型 對 唯一一個同等級的車系 如果說今天你想要買一台 就是有抄駕樂趣的車子的話 我想同級車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買的是 它又可以兼具省油 可是又保有一些樂趣的車型的話 我想選擇上面一定會變得非常的少 那剛好就是這一部 Lexus IS 300H 它呢既能夠有這個省油的效果 那同時呢也能夠保有一些 這個運動化的氣息 所以這是我今天對於它的評價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的共同的感想就是 它是一台非常節能 可以節能 然後非常跑格化 非常運動化的一個外觀 以及非常酷炫的一個內裝設計 可是至於在抄駕上面 可能消費者就是要考量到你的 你的需求上面 是不是抄駕樂趣佔了你的大部分 這就是你在購買i300H F Sport之前 必須先去衡量以及考量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地方 這是剛剛在車上 等一下你先不要來 我們剛剛在車上呢發現了這個風靡器 它有一個非常好玩有趣的地方 大家注意聽我先把聲音音樂關掉 好我們請阿德來為大家展示 還有三個高音 還有三個音波 高音 中音 低音 超低音 低音 中音 阿幹高音它不亂我叫 高音 好高音 這就是 聽覺的饗宴 太有趣了